早安大家 现在的时间呢是23点40分 然后再过20分钟 今天的一整天就ending了 但为什么是早安大家呢 要从20年前开始说起 因为20年前也就是2020的3月28 我妈呢剩下了五 所以呢我的生日就是在3月28 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时间是3月14号 距离我的生日 也就是我21岁的生日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因为呢我接下来的生活 就是会比较忙一点 所以我身边有几个 很好很好的朋友 就决定在今天 帮我过上一个特别的一整天 上了大学以后 就是生活好像感受比较多 生活的重量 所以好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 其实今天呢 也没有说特别的干嘛 或是做了多伟大的事情 但今天的感受却是让我 非常的轻松开心 那大家就跟我去看看吧 我们今天是约12点半 在双脸 我原本是打算不想化妆 这是女人嘛 就是扇扁 所以呢我就是出门前的时候 就忍不住 就觉得今天这么特别日子 怎么可以不化妆呢 所以我就稍微化了一点淡妆 但也是因为这个淡妆呢 所以我就下了捷雨 我就一路一路奔跑 可是我觉得我的态度就很转 我就是秉持的寿星最大 所以我就是下车了我才开始跑 可是在前面我就很悠哉很悠哉 没办法 今天我是寿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干爹 也是今天的主角 黄静祥 也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 今天呢我的一天就是由他帮我规划 因为平常我们两个的互动模式是 比较像是我会去规划行程啊 然后他就比较不擅长这一些 但是呢今天因为我秉持的 我是废物的这一个主题 所以我今天就是包含我前面要吃什么啊 今天要干嘛我都没有去过问 然后相对的哦 其实今天所有的全也是他帮我付的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生日礼物 我们第一站呢选择去吃品川兰 为什么会吃品川兰呢 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在那边打工 然后后来升了大学以后呢 我就是在大学这群朋友 我就一直推销品川兰 然后我就有带他们去吃过 所以到后来呢这一两次的生日 不管是对方生日还是我生日 我们只要生日的时候 都会请对方吃品川兰 再次秉持着我是废物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没有参与任何的点餐 我也没有说我要吃什么 就是要考验对方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口味是什么 怎样你现在是怕我点吗 今天我是受食 没有 甜点是第二个胃好吗 我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请你给我点好点满 是蛮紧张的 因为我超怕他 就是点到我不想点的你知道 就是不喜欢吃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 诶那个啊这个 忍不住就在那边 稍微的就take一下这样子 我们两个人和友 但我们点了三个小菜 两碗面 还有一份金饼 还有饮料超级多的 然后过程呢 我依然就像个肥物一样 是冰啊 可能是别人包啊 这样就好了 OMG包的有够重 啊 冷室 嘴巴大的 冷室 第二站 我们呢就打算在中山逛逛 好 好 往后看 放了很多 比较偏果酌的店 或者是比较那种老物的店 然后也进去了蛮极佳 很有意思的 那种比如像卖玩具的啊 或者是底片的 或者是饰品类的 自己本身蛮喜欢这种 就是复古的一些小东西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 都会有 就觉得自己被充电的感觉 在过程中我觉得印象真的是 有种让她 让我觉得说 要哪有男朋友 一个男闺女就好啦 多赞 因为一路下就这样 就是因为我走路就是 可能太开心了 就今天就一直被吓到 然后一直被 就是一直走在外面 一直被拔这样子 然后她都会 就是打着我啊 然后会注意我的安全 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 谢谢她的 再一通谢谢 天气今天也超级赞的 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那种 丛林养孝生 而且那边有很多 就是 那种绿色集物啊 超多人都在那边玩 然后想非常多的 开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老天爷可以想饭吃 第三张我们去吃甜点 进到了一间 她的糖饭吃蛮多草莓的 那种蛋糕店 走进去里面的时候 那个感觉蛮舒服的 我靖腔她自己呢 是比较喜欢吃草莓 所以那时候在跳的时候 也有特别就是 跳草莓的店 我想说她也蛮喜欢吃的 甜点的部分 因为可能我自己平常 不是一个会很follow甜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好像都还蛮不错吃的 再来的话就有个小插曲 就原本是 今天是我们两个人 然后走到在早上 所以我们呢 就有另外一个好朋友 Amber and她的男朋友就一起来 变成四个人的缘 然后就变成超级炒 然后加了一个最后的行程 就是KTV唱歌 只有我跟Amber 还有她的男朋友 跟男朋友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去唱歌 然后从6点唱到现在11点的 4分钟就要12点就是完整的一天 然后今天真的过得蛮充实的 然后今天因为比较独重在玩 所以可能在记录上面断断续续的 那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把她剪得很像流水帐 然后尽量想把她这么珍贵的一个回忆 可以把她好好的利用我的剪辑技术 现在还算还没有很成熟 但是我就是尽力姐希望可以好好的把她保留下来 那也祝我21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虽然还有两个礼拜 然后对 最后也要谢谢我的妈妈 就是在那个时候把我生下来 虽然目前我好像太成功 对家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但是呢 会努力 希望不会让我的家人们跟爱我的朋友们失望 哦对 今天呢其实是白色情人节 虽然呢我没有情人 现在没有情人 但是呢我想说是 呃我也许没有情人 可能没有办法像别人要在那边放手情人节 嗯什么多爱你什么这种话也没有对象 但是我一群可以疯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今天唱歌也很惊心 然后今天吃饭所有的行程我都很满意很开心 然后最后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谢谢王靖翔 靖翔 希望明年你的生日我可以 也可以帮你规划这样如此棒的行程 OK今天就这样结束咯 再见咯我要去睡觉了 OK拜拜 我屎睡的鱼皮尺 我屎睡的鱼皮尺